五代十国时期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王朝的寿命短 真正的复不过三代 尤其是第四个政权 后汉 龙共加一起才四年 堪称五代最短 那这个后汉为什么这么短呢 想了解后汉的历史 我们就要把时间拨回到唐末 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唐昭宗吧 话说在唐昭宗前宁二年的太远 有一个叫刘之远的沙陀族婴儿降生了 没错又是沙陀 关于这个部族的故事我们之后再讲 这个小孩子从小就安静不爱说话 年纪轻轻就参军入伍 成为后堂名宗李思源手下的小兵 没错又是李思源 我们已经连续两期提到过他了 公元919年李思源在和后梁交战的时候预袭 他手下的大将石敬堂都被围了进去 这个时候刘之远赶到硬是把石敬堂给救了出来 这个操作是不是很熟练 上一集石敬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李思源提拔的 石敬堂在此就对这个手下产生了好感 所以在李思源称帝后第一时间把刘之远掉在自己的手下 再讲石敬堂那集我们就提到过 石敬堂就和后堂的接班皇帝李总和打起来了 刘之远本来就是石敬堂提拔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毫不犹豫的支持了石敬堂 并在灭后堂的战争当中屡屡立功 以至于连石敬堂的爹契丹头子耶利德光都对刘之远赞不绝口 天赋二年刘之远赞获升迁 担任中武军节度使 四年又加分简孝太位同平张氏 石敬堂的皇位没做几年人就挂了 耶利德光也是当爹当反了 没打算再立而皇帝 直接南下侵犯后劲 刘之远也不含糊 在这一战争当中大破契丹 被封为太原王 后来又被封为北平王 到了这儿刘之远的高光时刻就结束了 因为没过几年 契丹人他又来打结了 一口气就灭了后劲 刘之远这一次可就没在抵抗 而是直接向耶利德光称臣 成为了耶利德光的又一个新儿子 获得了契丹的信任之后 公元947年 刘之远在太原自立为帝 改国浩瀚 为了彰显自己的合法 他追尊刘邦为高祖 刘秀为士祖 从这一刻起 这个沙头人就当起了汉朝皇帝 可惜这个皇位 他都没有做本一年人就挂了 他的儿子接了后汉的班 但此刻的后汉朝堂可不太平 满朝都是桀骜不驯的权臣 为了实现拢权 这个新皇帝绞尽脑汁 好不容易干掉了几个大臣 解决完朝廷 他就开始解决翻阵 想要把天雄军节度使郭威干掉 这郭威一看这家伙要拿自己开刀 立马举起了清军策的大旗 进宫遍良 干掉了后汉皇帝 这个倒霉的皇帝就被称为后汉隐帝 干掉了皇帝的郭威 立了宗室的小臂孩为新帝 然后派人来假传军报 说契丹人又来了 要亲自去领兵抵抗 郭威领着军队 刚走到禅州 军队就滑遍了 军官们一把把一个黄袍 披在了郭威的身上 是的没错 黄袍家臣可不是赵空印发明的 披着黄袍的郭威 最后的一代后州 到这儿五代的历史 算是给大家梳理完了 我们会发现 这个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发生的故事特别密集 而每一次新王朝的创造者 都是前朝领导手下的大将 前领导一挂 新领导管不住底下就乱了 如此循环往复下去 几乎没有一个王朝 能够活过三代人 到这儿我们再看看 接下来的宋朝明朝 开国初期发生的事情 也许就会明白 赵老爸和朱松八 为什么害怕骄兵汉将了